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民至上呢 看来还是money至上 今天我们就对标到美国 看看美国政府是如何把辉瑞特效药免费发放到民众手中的呢 中国政府突然放弃清零政策以来 中国人民要在不确定中度过这样一个寒冬 退烧药有没有 不确定 疫苗有没有效 不确定 重症之后能否住进医院 不确定 就连死了之后是否能够得到安葬还是不确定 现在唯一确定的就是 普通老百姓们能够吃到辉瑞特效药的希望 是越来越渺茫了 中国政府给出的理由是药价太高 而辉瑞CEO给出的理由是 中国政府作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 价格不应该比萨尔瓦多给出的价格还低 地理不大好啊 我们来看看萨尔瓦多在哪里 原来是在中南美洲的一个 世界GDP排名101位的一个国家 那么中国政府究竟灵魂砍价到多少 才给谈崩了呢 现在惠瑞特效药在中国官方的价格 是1890元人民币 就是差不多300多块美金吧 那这个价格啊 听上去好像是挺高的 其实呢 美国政府呢 像同样的药啊 要付出一个530美元的价格 而欧洲等西方国家的价格呢 则是六七百美元一盒 这说好的东升西降大国崛起呢 怎么一到为老百姓买点救命药的时候 又成了发展中国家了呢 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 相差的可不只是药价 我们来看看美国政府是如何 把这500美元的惠瑞特效药 免费送到民众手中的呢 就在2022年啊 美国政府是花了106亿美元 买了2000万剂的新冠惠瑞特效药 这个数量呢 可是秒杀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购买量的总和了 由于惠瑞的这种特效药啊 需要是在患病五天之内就服用才有效 对于美国政府呢 开始了和时间的赛跑 如何可以快速的把这个药啊 送到需要的人手中 就在去年三月的时候 拜登政府就启动了Test to Treat 也就是从检测到治疗的一战式服务 让患者呢 可以在同一个地点得到 检测处方拿药的一条龙服务 在这个项目启动了开始的时候呢 是从2200个地点 全美啊 一下子就扩展到了4万个地点 而且呢 还专门开设了针对老兵 还有退伍军人的服务地点 那到去年年底 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月前吧 全美已经有超过600万人 拿到了这个新冠特效药 那可是30亿美刀啊 而去年年底呢 美国政府又和辉瑞公司达成协议 要再花20亿美元 购买370万剂的辉瑞特效药 用于2023年对于新冠的治疗 而就在最近啊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呢 在微博上还发布了一个 在美国可以免费拿新冠特效药 Test to Treat的一个消息啊 要我说这大使馆真是太坏了 你在中国这个节骨眼上 发布这个消息 这不是挑动中国的官民关系吗 如今在美国啊 你只要在指定的网站上 输入你的邮编 你就可以查到 Test to Treat最近的地点 另外呢 你也可以到你的家庭医生那儿 去做检测 一旦养了 他就把你的药啊 开到你最方便的药房那儿 你就去那儿免费拿药 整个过程就跟你拿个泰诺 没什么区别 为什么拜登政府 可以到底赢那么多钱 其实啊 是美国的卫生及公共服务部 根据公共卫生法 可以宣布全美进入紧急状态 像是新冠大流行 刚刚在美国出现的 2020年的1月 美国就已经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了 此后啊 每三个月 他就会renew一下 就是延长一下 这个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时间 就比如说这周三 拜登政府就宣布 要再次延长到 今年的4月份 那这个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比如说啊 这个卫生及公共服务部 他这个2023年的预算 是1.65万亿美元 那你一旦是在紧急状态中呢 就可以动用 无数年度预算限制的 公共卫生紧急资金 用于研究和治疗 这个新冠疾病 或者呢 是进行跟新冠有关的 物资的采购 而且啊 在紧急状态期间 失去医保的人 可以获得免费的医保 而医院呢 也有足够的资金 去增加床位 雇佣员工 这样可以收治更多的病人 药房呢 也可以有更多的资源 来进行接种疫苗的工作 在这里啊 要跟中国的小粉红战狼们 普及一下 这个美国政府 做了这么多事 美国人民 却不会感恩戴德 因为啊 这花的钱 都是纳税人的钱 美国早在独立战争时期 就提出过 无代表 不纳税的口号 这个国会议员的职责 最重要的就是 监督每一分钱 都花在了纳税人身上 就比如说 你在美国开车 高速公路上 如果正在维修 就有可能会看到 这样一个牌子 你纳税的钱 正在发挥作用 所以啊 这相较之下 中国政府呢 就像一个大皮修 征税的时候呢 是不含糊 一到要花钱买药了 两手一摊 没钱 要问钱到哪去了 大咋币呀 好了 又到了网友留言时间 那上期我们的主题是 美国有没有宣传部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 都说了些什么 媒体不为政党唱赞歌 问号 你在开玩笑吗 你让Fox去赞美民主党 试试看 你让CNN去赞美共和党 川普试试看 那我觉得这位网友呢 他把政党和政府 混为一谈 那就是没有理解 我们这个节目的意思 其实呢 每个媒体 他可能有他站边 选边站的政党 但是 他没有选边站的政府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样呢 才能让媒体 对政府起到监督的作用 好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条 这条比较长啊 也比较绕 大家可能要集中注意力听了 以下内容 来自reddit 完美诠释了经典笑话 冒号 中国人想去美国学习 美国人问 你想学习我们什么先进知识啊 中国人回答 我想去学习你们的舆论宣传 propaganda 美国人回答 自由民主的美国 才没有那种洗脑的东西呢 中国人回答 对对对 就是这种 大家听懂了没有 其实呢 这位网友还是在讽刺啊 认为说美国的这个propaganda 其实呢是更加的厉害 让人家都没有感觉到 就被洗脑了 这个是这个笑话的意思啊 那我想说的是呢 在美国社会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自由言论 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发声的渠道 所以说你面对的 其实是各种各样的声音 当然观点不同 你永远可以指责 对方是propaganda 但是当你面对 所有不同声音的时候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想相信什么 不相信什么 那这个时候 propaganda就不存在了呀 但是当你在一个社会 只有一种声音的时候 那才是最可怕的 propaganda 那还有一个网友说啊 他们在中国看到了 被搬运回的视频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 这个网友和粉丝的支持 那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 感谢大家的点赞转发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